现在消费是越来越便利了 但是纠纷却是跟着增加 台中丰园庙东夜市 有一家保养品推销店家 2023年的下半年 被申诉的案件 是超过有15件 那么业者却是宣称 他跟消费者契约已经成立了 不构成诈骗 那么市议员是其声 要求法治局落实查核 定型化契约 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商店网上购物 随手一刷 消费快速便利 不过消费纠纷也跟着大幅增加 法治局有没有其他更积极的作为 来防止这些消费纠纷 或者像我们丰园常常有的 庙东商圈那些消费的陷阱呢 业者又配合无卡分歧的措施 然后用无卡分歧的方式 导致消费者受害的金额越来越高 那我们最近跟议员报告 我们最近也在盐商修正 我们台中市消保自治条例 我们要针对这种特殊的情形 我们要用更强力的行政介入的手段 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台中市108到111年平均诈骗案 1500件 112年暴增到2300多件 日前风源庙东夜市一家保养品 推销店家 2023下半年申诉件数打15件 单笔争议消费金额最高达51万 而业者却宣称 与消费者契约已经成立 不构成诈骗 因此关注的还有台中逢驾 东海大学等百名的学生 遭无卡分歧诈骗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大学生 195个大学生 他去买了那个先买后付的那东西 事实上他并没有拿到产品 但是他签了 那局长 那就你的认为里面 这到底是诈骗还是消费纠纷 局长 要依法办理捍卫消费者权利 希望法治局能够积极的保护消费者权利 应该要落实查核定型化契约 甚至你们在32条之一 你们自己的自治条例 这不是中央的法规 自治条例32条之一就有提到 如果违反第八条的话 你们可以要求限期改善 不改善的话 可以处以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还 10万元以上 这已经是自治条例能够定到最高的罚还了 这样子的政策工具都放在自治条例里面 为什么你们不用 局长可以请你说明吗 我们现在明明就有条款了 为什么我们不用 我们不会不用 如果他确实违反定型化契约 因记载不得记的事项 我们有命他改善 所以我们刚才报告 我们再跟中央配合那个地震建商 所以我们现在 可以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市议员齐一生 法治局应该主动检视 并落实商家定型化契约 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说一头一样的权益 一种权益 也有些权益 我就会订阅 一样的权益 可以订阅